各位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到底要不要 该不该 能不能保护我们各地的方言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新闻说汪罕拿出了好像是465万吧 要做一个方言调查的计划 这个计划要5年到10年组织10个调查队去53个调查地 据说目前每10天就有一种方言在消失 我因为到湖南卫视做过非常靠谱就认识了汪罕 也去了他在湘江边上的书房 他那个书房有很多书柜 我也答应帮他买一柜书 他说这一柜是陈丹青的 那一柜是梁文道的 那一柜是白岩松的 我答应是答应了 到现在还没有兑现 非常有趣啊汪罕的父亲是苏州人 他妈妈是湖南人 所以呢汪罕对苏州话 他懂很多方言 但是他对苏州话前有独钟 尤其是喜欢谈词开篇 就是平潭啊 我们知道昆曲是已经列入了保护计划 可是平潭啊 现在在社会上啊 被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文化工业啊 搞得非常的边缘化 我还记得小时候去看谭词开篇的 实在非常精彩 一男一女两个人坐在那里 两把琴 一会儿扮演叙事者 一会儿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 哎呀 说实在话 你要研究文学啊 讲究叙述啊 谈词是极有价值的 我自己其实也挺喜欢听苏州话的 吴农阮语 他们说那个 你宁可跟苏州人吵架 也不要跟宁波人客气 苏州人说 我要打你一个耳光啊 听上去都很舒服 宁波人呢 要请你吃饭啊 这是客气的话跟吵架一样 真是 我近日在网上看到啊 有一个贴子说流传意中国有十种难懂的方言 倒数啊 第十种是天津 天津话后来是山东 四川 长沙 陕西 然后是护语 护语它当然分了很多种 然后苏州最后三种是闽南 粤语跟温州 其实这都不准确 据我知道 浙江 我的家乡天台 再下面一点黄言 每一个地 每一个县的方言都不一样 最简单最靠谱的归纳是还是鲁迅说的 中国画分五种 北方画是一种 吴越第二种 两湖川柜第三种 第四种福建画 第五种广东画 回顾中国历史啊 我们都说中国之所以2000年文化不散 主要就是书同文 文字科举统一中国 其实这个话只说出了一半 中国2000年来文字是全国统一的 可是说话从来都是各说各话 每一个地方 一方面他们为官做生意 他们要去讲官话 但是同时 所有的人都是讲自己的母语 在我看来 文字的统一 跟各说自己的母语 这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法宝 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 今天啊 全国各地有很多中文系 这些中文系也不好好研究文学 现在到处都在办什么主持人专业 主持人专业学什么呢 搞各种各样的秀 在我看来政府应该拨款 教育部应该建议 每个地方的中文系 必须研究各当地的方言 研究当地的方言的历史变化 最少最少 你要用各种形式 把当地的方言的 最典型的方言的通过 通过像我们这样的这个音频 把它记录下来 要不然啊 将来典型的方言都不会说了 我们知道欧洲语言就是 声音中心主义啊 我手写我口啊 当然了 还有个相关的问题就是 方言能不能入文 文学的国语 国语的文学 张爱玲为什么要翻译 《海上花列传》呢 《海上花列传》就是 苏州话要把它翻成普通话 其实说实在话 方言呢 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我们看春晚 东北话就被优待 经刚过去的一届 福建话发飞发飞啊 被嘲笑 其实广东话上海话 长期以来在春晚里 担任了反面角色 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 无意识的政治因素啊 因为也有人统计过 春晚的收视力 由北向南逐步递解 回到数百年前啊 回到一百年前啊 北伐的时候 插一票 粤语就成了国语啊 回到正经的说法 英文有句说法 什么叫language 什么叫语言呢 语言就是由警察保护的方言 就是由政权认可的一种方言 想想今天 为什么广州 电视台 电台出现一点 从粤语转到普通话的 转变就有那么多人要抗议 说实在话 粤语的促进啊 还算不错啊 它有广东的 有香港的那个音乐啊 有粤语歌曲 还有一些电影的支撑 哎呀 我最感慨的是 呼吁的困境 上海现在啊 一方面是外来人口 另外一方面 所有正式的媒体 全部都是普通话 呼吁就被压缩到 非常低俗的滑稽戏的 这一个层面 年轻一代啊 连第一人称的我都不会发音啊 我我我 无无无啊 真是无话可说啊 说回大道理 我们谁都知道 祖国啊 母亲 可是 不要忘却我们的母语啊 在这个意义上 我支持汪涵的计划 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 不要忘却我们的母语 本节目由搜狐文化和听头条 联合打造 搜狐文化 打开的文化